好 冷月游戏天天开心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收看冷月的游戏频道 没有错 今天算是我们的无课攻略第二集 无课新手攻略 少讲新手两个字 这不负责后期 后期的话等后期再说 那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下 很多人都在问说 我无课我究竟该玩什么角色 以及我如果没拿到神 我可以玩哪些角色度过什么时期 那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稍微聊一下 如果今天你是无课 你选择神将应该选择谁会比较好 好 首先无课玩家首推第一只 他算是你无课可以玩得起来 但是你又很容易被针对的角色 因为玩他的人实在太多了 所以你如果选择玩他 你再抢雷台 在速敌上你会很痛苦 因为几乎大家很多人都会速敌你 然后你在抢雷台的时候 你那个雷台又是超级热门的 上至大课下至小课可能都有一只角色在抢你那个雷台 没有错 这是我们无课选择的第一名 我们的神兆云啦 那神兆云为什么会推荐无课拿 首先他在开区第24天才开始竞标 他给了你24天的时间 也是最多的时间来准备拿这只神将 再来如果你是冷门服的话 目前听到最低多少 2万出头就拿到赵云了 所以其实今天你如果是冷门服的话 你可以多准备一点元宝 来拼说不用5万就拿到这只角色 那当然啦 还是要拿到5万 因为你没办法保证说会不会有疯子 把他一口气提到5万这样子 所以说就变成神兆云其实算是无课玩家 最推荐的一只角色 那他呢 有一个缺点 很多人都问说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神兆云会是最适合的角色 因为他永远都不强 但也永远都不弱 要拿分配表来说的话 他永远活在T2顶端那个部分 他永远不是强到说什么T0超一流这样子 但也不会弱到说变T3T4变垃圾这样 他就永远活在T2的顶端 他没有强过 但也没有弱过 那这种角色就符合无课追求的一个平稳部分 那他还拿 你说课长的赵云强不强 强啊 你看他越战几百万的诸葛亮 越战几百万的文官 甚至有的反杀五官的 强不强 强啊 后期你赵云玩得好 神皇中原本克制你 你都有办法逆势反杀神皇中 所以讲真的 赵云那些角色算是无课的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因为他养成的条件比较低 那当然啊 强度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你今天你把赵云养好 你针对诸葛亮来玩 你一定可以 一样可以反杀诸葛亮 因为你到三赛之后 四赛之后 你就可以无课拿到诸葛亮这个角色 你那时候速敌他 那四赛的诸葛亮 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大佬舍不得换将 那你遇到那些中课大课的玩家 你越占个几百万 基本上也不太是这个大问题这样子 前提是你只要养得好养得对的话 所以呢 我们的神兆云 就是我无课推荐的第一支可以拿的角色 一来是他时间比较久 二来是他有比较多的容错率 算是一个比较热门的 比较平稳的角色这样子 那再来 第二支角色一样是我推荐 无课本身可以去拿的 那一支角色就是我们的神太史 那神太史在轮回之后 有得到另外一波的加强 本身强度也是很高的 那可是我记得我找不到 我们这边有人在玩神太史 神太史的部分我这边可能没办法跟大家讲 说他的觉醒是什么 或者是大家等我一下 我再开一下我神太史的觉醒攻略 那么先看太史池这个角色 太史池在哪里 我记得我把它练成红将 在这里找到了 首先太史池自带免死效果 这个效果非常强悍 这等于基本上第一波你一定死不了 然后美提升一级活使 工兵的攻击跟暴击提升 宿命的部分 跟孙策一起上阵 工兵攻击提升防御提升 对全才增伤 对术士增伤 那这些都不是重点 我们来看他觉醒之后的表现 那太史池觉醒之后 别怀疑我现在在翻那个 觉醒觉醒表 突然找不到太史池 找到了 好 太史池觉醒之后是 闪避技能达到15级的时候 全军暴击提升 且受到武将伤害减少40% 劲弩在所有回合都能发动 且效果提升45% 是35%这样子 那讲真的 禁弩这个技能非常恐怖 他会造成伤害时 无视敌方的伤害 无视敌方的防御 这等于让你的工兵输出 会更加的暴力 更加的有上限 那当然 你如果要玩太史池 你的前提是 你要标到比较低的价格 可能一万就要入手这样子 一万或一万多 就要入手 然后最好当个上书令 因为你要玩太史池的话呢 你需要舍弃很多东西 你要舍弃你所有元宝的开销 全力拱太史池的神将 拿青朗弧 跟拿帅印 这是一赛必须要做到的 二赛你也要忍住 不能抽云招 然后云招的稀有技能 对你来说又很重要 所以你基本上 你要一忍再忍 为什么会说很重要 因为连射这个技能很重要 他也算是工兵的一个 比较痛的爆发 再加上还有控场效果 所以说你要玩太史池 你要忍很多东西 而且你会在很多东西上面 会有纠结 拿龙蛇弓 势必就拿不到 轮射 连射 拿不到连射 那你的工兵输出 就会少人家一结 这样子 所以这是一个很纠结的点 你要怎么拿 怎么取舍 所以玩太史池呢 维克玩家玩会好一点 不然就你要有一个 真的贴心要养你的大佬 他让你一直当上书令 让你的元宝拿好拿满 那你就可以无克玩家 把太史池也玩到很强的情况 好 再来 下一只我觉得很强的角色 是我们的 无克可以拿的角色 是我们的 神吕蒙 那神吕蒙的话 应该就有人了 我记得 神吕蒙 我就不用特别去开我的 开我的攻略本 神吕蒙 在这里 在这里 来 神吕蒙 神吕蒙 他本身的强度 是到后期才起飞的 但他算是少数无克玩家 也可以玩得不错的角色 今天你说 我无克玩家 我可能装备没那么好 我要怎么处理 拿个明红刀 或者说你索性就换云招套 你这个就可以抽云招套了 拿个明红刀 然后骑马的部分 因为他本身是 骑兵搭配素士 相比于步兵来说 他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你像坐骑部分 无克可以拿到的有什么 大腕 爪黄飞电 五猴车 然后 白雪 金帆 都是无克可以拿到的 那本身呢 可以骑五猴车 增加坦度 而且加统帅 那他也可以选择骑我们的 金帆 加骑兵的部分 那我自己会觉得啦 骑五猴车算是 无克神旅蒙 一个比较好的标配 因为可以有效增加 他的本身的坦度 那在哪里 这里 然后再来你说 点击的部分 我可能养不起 胃疗子 怎么办 还不简单 胃疗子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好东西 叫做司马法 司马法也是统帅 加超级高的那一种 那吕蒙本身呢 又是需要统帅 大于对手的 所以你就用司马法 用下去 你的统帅 一样可以拉到 非常的高 然后再来你说 那珍宝呢 珍宝怎么办 珍宝有个好东西 叫做香炉 香炉也是给了 极高的四维加成 那你说 我可是不想用香炉 怎么办 不想用香炉 你可以考虑 用上我们的 寻香 那寻香当然相对差一点 因为寻香主要是给魅力英雄来使用的 那吕蒙是需要统帅的 所以两个相比起来呢 我们的香炉 适用性会比 寻香来的更高一点 那这还就是帅硬 那因为吕蒙这只角色 其实相对来说 想玩的人比较少 因为吕蒙 你要蹲到后期才强势 尤其他的轮回 给了他超大的加强 吕蒙的轮回是 只要敌方低于 25% 总兵力低于25% 直接马上让对方消失 直接把对方消灭 所以吕蒙其实强的是强在后期 那前期真的是不强 但后期一出 基本上就 也算是强势中的一个T0组合这样子 那不过吴克玩不到T0啦 吴克玩大概在T1T2这附近 好那再来 除了吕蒙之外呢 我自己也推荐所谓的神章聊 神章聊吴克其实要玩也OK 尤其神章聊在一二赛的时候是非常强势的 比起他的觉醒技能 闪及会额外消灭敌方38兵力 跟每提升一点武力 统帅加一 这让章聊可以玩一个超强的武统流 武力跟统帅都超高的部分 但是其实讲真的啦 如果你要玩章聊的话 你稍微微克一下刺兔会好一点 你如果没有微克刺兔的话 整体的强度会稍微弱一些 所以我们今天这支影片就要抽出一位玩家 来送你一张150点的麦卡 让你可以破除手除魔咒 顺便拿一张周卡这样子 没错 这是久违的冷月的回馈影片 那虽然说因为冷月最近 财务困难 所以我们只能抽个150点这样子 那就抽一个人 至于怎么抽 我们片尾再来说 那神章聊最大的缺点在于 他只能活一二三赛 尤其吴克肯带活到二三就结束了 张辽前期很强 脚踏诸葛 碾压国家 甚至貂蝉都有机会可以越战打过 那缺点就是在于说 他很怕控场 一旦被控场控到 那基本上就 嗯 完蛋了 那他的觉醒并没有拯救他这支角色 所以这支角色在后期一样很惨 因为觉醒是闪击必定暴击 而且近战一可以再额外发动一次 但其实讲真的 后期重视的是续航跟 减伤 你再闪击多打一次 其实效益相对来说没那么高了 所以第三支推荐的是张辽 但张辽的活跃期相对比较短 而且是要拼5万的角色 但张辽也相对来说 你只要拿到率印跟张辽8万 跟赵云是差不多的钱的 那下一支是我们的神国家 神国家也算是初期无刻 比较推荐的一个玩法 因为他也是初期毁天灭地的角色 拿一把明红刀 基本上就爽爽过了 那他的缺点是什么 缺点是你要从很早很早很早 就开始要农金雷这个技能了 那你一定说金雷我要怎么拿 我拿不到啊 金雷透过吴玉航是可以拿到的 他逻不出来 他逼我的我洗给你看 金雷啊 来在这里 金雷是可以透过 我们的吴玉航来拿到的 所以说其实无刻玩家 玩郭家是有机会的 你要从一开始就开始 拼命农那个 你的武裕 然后拼命换金雷 然后就留给郭家这样子 那金雷达到15等 骑测打全体并忽略被动技能 等于说 什么叫被动技能 我们来看一下 诱敌就是被动技能 等于说他不会被诱敌 诱敌掉哦 但是呢 他会怕无蟹 他会怕触发型英雄技能 所以建议如果说 你到三赛你还想玩郭家的话 你的图腾要带上一个防无蟹的图腾 那这样可以确保 郭家在奇策的输出上会更加稳定这样子 但郭家大概就活到三赛 就差不多结束了 一样都是英雄这样的悲歌 因为后期相对来说 你要玩 会更困难一点这样子 好那现在目前讲的都是要神的角色 那有人会说 为什么不推神皇中 我们之后再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不推荐神皇中 神皇中在后期 因为一个问题 导致他逐渐没落 不如太史辞来的墙 所以其实神皇中 大概就活到四赛左右 就差不多结束了 那所以我们之后会再讲 为什么神皇中 我现在没有推荐的原因 好了再来 我们其实下一次推荐的角色 也很简单 那下一次角色 对于无课玩家来说 玩家会很痛苦 因为很多好技能他会学不到 就是我们的神巡域 神巡域呢 他非常非常的恐怖 尤其如果是课长玩的话 他本身一个超级无敌强的减伤效果 尤其觉醒之后 骑侧只要升满等 他的弓兵被动免伤提升到75% 你完全打不动他的弓兵 然后你骑侧每回合发动 让他又可以确保 他有一定的输出能力 在这样字迹达到15等的时候 智力加5点 统帅加6点 魅力加8点 这让他本来统帅偏低 加了6点之后 整体的统帅就瞬间拉起来了 所以 郭巡域是一致很恐怖的角色 他本身是超级无敌肉 超级无敌适合他后期的向性 再加上 他的命魂轮回又超级强 近战每回合会额外发动 自谋风华 消灭敌方全军8%最大兵力 并且恢复我方 弓兵8%最大兵力 如果智力加魅力的和高于对手 会额外消灭全军4%兵力 跟恢复我方4%兵力 这非常恐怖啊 后期的巡域可以说是超级无敌强势 所以才会建议说 无克为克玩家 如果你想玩巡域的话 也可以考虑玩一下 那他一样可以用正常的 英雄将出装来玩 就是我们的 明红刀嘛 不用讲了固定的 作息部分 他就比较可怜 因为他是布弓 他就只能穿我们的 踏云乌锥 但相对来说 我觉得差了点 就是没有到那么好这样子 然后点击部分一样嘛 因为他是文官 你可以选择用金雷 也可以选择用青囊书 两个其实都OK 然后再来 他就需要香囊了 他就真的需要香囊了 因为香囊对他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让他 每回合的 骑射伤害 都会额外加18% 而且如果敌方是 金锅英雄 会来额外加4%的伤害 所以其实巡令香囊 对于巡域来说 非常之重要 穿着巡域的一个 必备装备这样子 然后再来 你像 后面最后一个帅印 所以如果今天你玩巡域 还是要买帅印 帅印就这么的万用 这么的好用 大家都要帅印这样子 那讲完神将的部分 我们来最后来讲一下 如果没神将可以玩谁好了 没神将 我个人推荐给你 三只角色 第一只赵云 赵云没有神将 输出差了点 比较怕控制 但是呢 他一样可以玩 因为他脱回合数的向性 在后期 一样很实用 那再来 吕布 吕布算是所有角色当中 公认 觉醒觉的最烂的 就伊赛所有神将里面 觉醒号称最烂的 就是吕布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吕布的觉醒 我都突然找不到吕布的角色 等一下哦 因为吕布的觉醒是 夺制连发两次 每集有额外10%几率 造成混乱 等于他是玩控制流的 那控制流 你就需要 战力比人家高 才会先手 或者你只能用正法 去克制人家 让你自己先手 这就导致 其实吕布会比较适合 大课玩家来玩 但大课玩家都跑去玩 祝容了 谁来跟你玩吕布 所以造成吕布是一个 不上不下的一个 可怜角色这样子 那再来 吕布的第二个觉醒技能 服应技能达到15等时 5力加5 人家孙策直接给你10点5力 你的吕布就给个5点 这真的是少到可怜啊 所以其实吕布 有没有觉醒 他的影响相对比较少 没觉醒 就是当一只五官英雄将来玩 觉醒就是注定是 控制流的一个玩法 那再来 吕布的命魂 不强不弱 武力加10 所有武将类英雄技能 伤害加50% 额外提高40%暴击率 并且有40%概率 额外释放一次 对战全才时 有增加伤害跟免伤 他的轮回觉醒 其实算亮眼的 但他本身这只角色 并不强势 再加上祝容的光彩太盛 所以导致他的命魂天赋 其实略显无力 那不过吕布 依然是一只 无客我自己觉得 很适合当 二军或阻力来玩的角色 就算没神 他一样可以玩出 不错的成绩这样子 但缺点是 他就是完全不被大家看好 因为他被祝容整个压掉了 再加上控制流 其实后期有更好的选择 所以其实吕布本身就 略显不佳这样子 但是吕布其实本身 我自己觉得 他是有一个T2水准的 跟赵云一样 他没强过 但他本身也不算到太弱这样子 至少打拳财的时候是好打的 打拳财 那打武将内战 不要遇到像孙策这种的 我自己觉得都还算能打 但你说打文官 他就很弱势 可能被郭家一发奇色就带走 好那吕布 赵云 最后一支 就是我们的张和 那张和奖真的争议很大 我自己前面也出过一支影片 我自己觉得他玩起来不算太强 因为他本身是一支后期角 前期基本上没有太多他出场的位置 玩起来你会觉得很痛苦 会觉得这支角色怎么这么烂这样子 再加上其实 张和后期没有轮回 他是没有命魂的 很多角色后期都有开命魂 但张和刚好又没有 没神将又没命魂 让张和的上限其实很低 就等于他玩起来就是这个强度这样子 但因为其实张和本身的天赋技能很强势 因为攻击不衰减 这让他可以在残血的时候 打出跟满血一样的伤害 这让张和本身还是很被所有人所推崇 但必须要说啦 张和真的是后期才强 前期真的是 弱势到极致这样子 完全玩不起来 那这是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一个 吴克为克该怎么样入手神将 跟该选哪些角色的部分 有人说为什么没推貂蝉 因为貂蝉你光要买雨伞 买率运 买胭脂 吴克就不太可能了 然后再来你说 我为什么不推荐一些其他角色 像黄月英什么之类的 黄月英需要立天套 才能够拉高本身的硬度 所以黄月英也不适合 然后你说像是什么 关羽 关羽是一分钱一分货的角色 你克的越多 他本身强度越高 所以也不适合 然后你说周瑜 周瑜 除了大克长去高战压低战之外 吉他之后就不亮眼 真的是一只很早就进入下水道的角色 所以周瑜也不适合 那神江维是因为他活跃期太短了 所以我比较不推荐大家去玩这样子 那神夏侯可以玩 但神夏侯其实有点类似 神马超的弱化版 然后是针对文官类型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如果要玩的话 可能不如玩神马超来得更强一点 但神马超无克发挥不出他的优势 所以我个人也比较不推荐大家玩神马超 虽然他很强 但是无克完全玩不出他的强势 你可能反而觉得很痛苦这样子 那我讲的是比较不会跟大佬抢到英雄 跟你玩的容错率相对会高一点点的角色给大家 所以就刚才讲的嘛 神赵云 神太史 然后 神国家神张辽 以及我们的 神寻玉 这五只角色 然后再来 没神的话 推荐张合 赵云跟吕布 这三只角色 那其他角色 我觉得神将都落差很大 所以我就比较不推荐这样子 尤其名将没有神 除了张合之外 几乎完全不推荐 那强度落差太大了 好 那最后的最后 我们就来讲一下我们这一次的抽奖要怎么玩吧 我们总共抽出150点麦卡一张 一个人 让你送你一只赤兔马 跟送你一张周卡 让你可以在 急速的道路上相对顺利一点 毕竟有了赤兔马 你玩张合玩张寥都会比较轻松一点 甚至你玩关羽 都会比较轻松一点 好 那怎么抽呢 非常简单 你在底下留言 你想看到我拍什么题材的影片 这样就OK了 那我们那时候会用YouTube的留言选择 来做一个抽选这样子 那我们到什么时候结束呢 非常简单 这支影片我预计是礼拜三 算了我们礼拜四好了 礼拜三好了 10月30号上片 我预计是10月30号的晚上6点上片 我们给大家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我们等到 10月9号晚上23点59分59秒截止 然后我们的11月10号 晚上10点来抽奖 没有错 就是我们的双11单身狗节的前一天 来给大家做一个抽奖 那就算是回馈一下大家这样子 那不过因为冷月最近真的财政困难 没办法像之前那样随便一抽就抽个几千块出来 我们只能抽个150块 让大家买个抽卡爽一下这样子 至少体验一下有刺处的快感 我觉得这样就算 原来不少人的一个小梦吧 好我们现在就来跟大家做一下最后的总结 今天推荐大家的是 无克 维克建议入手的神将 那维克就是指说 你可能花不到一万块 买个周卡买个永久卡这一种 基本上可以称作无克的一些维克玩家 奈米克 的一些神将选择这样子 那其他我没提到的神将不是他不好 只是你玩起来可能相对没那么好玩 或没那么强这样子 那我推荐给你的角色是比较符合 后期向性可以走比较久 甚至是无克玩起来 相对来说压力没这么大的角色 我推荐你一只神马超 热门的要死一堆人在抢 你就算飙到了好了 你扬起来也不强 因为你能给他的装备不够好 当然你就会怨我说 为什么人家的神马超毁天灭地 随便一踏就脚踏一堆东西 然后我的神马超处处碰壁 那其实就是刻度上的落差这样子 所以我推荐给你的是至少他不会说很强 但至少可以稳定的去玩这样子 不会让你玩起来很痛苦 至少稳稳的打同战打低战 不会被太容易越战这样子 好那最后抽奖方式再来讲一下 时间从影片上片开始到11月9号晚上的23点59分59秒截止 11月10号的晚上10点我们来直播抽出那个人 那问题是什么 你最想要看到我拍什么样题材的影片 那我们最后再多留四个字好了 冷月游戏这四个字 你要留下你想看到什么样的影片内容 再留下冷月游戏四个字 这样子我抽奖的关键字为什么 冷月游戏 抽出来之后我再看说你的答案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问题 那抽到之后再来私讯我 我会再给你麦卡的相关序号 好那我们今天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准备结束咯 那喜欢我的影片记得点赞订阅加分享 有任何想跟冷月说的 欢迎下方留言 跟我TalkTalk 我一定会一一回复你的 冷月游戏天天开心 就让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咯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by bwd6